许多民众常常会到海产店吃饭 联系一下和朋友之间的感情 在中山区中原里有一间海产店 标榜所有的海鲜食材 都是当天从基隆港运回来料理 确保食材的新鲜度 而且更夸张的是 这里的份量都很大 让人不吃饱也难 我大人带人来吃 像我们志工俱餐十岁 也来这里办 我差不多一年 来这里吃饱饱了 五十次以上 生鱼片冷盘 才刚坐下 就被桌上这超大盘的生鱼片 振折到了 还有这盘也是超大份量的草屑 就是要让顾客吃到撑 才可以小餐厅 所以所有的食材海鲜 都是当天从基隆海港运送过来 确保食物的新鲜度 这支叫做半斤九粒 一般说半斤十八粒 它的料理都够一粒 所以它最主要是 也食材新鲜 还有实材 就差不多了 我们吃海鲜 一定要新鲜 一定要实材 就是这盘生海鱼生鱼片拼盘 选用基隆的生海鱼 超厚的生鱼片 整齐的摆在冰块上 肉质弹Q弹Q的 才用筷子搁铁上 看着看着 口水就要流下来了 因为生海鱼普通的市场 很难买得到 我们就特别请人家钓上来 直接送到我们这边的餐厅来 还有这盘附中口中号称的秘密武器 蜜肉糖炒蟹 一般的炒蟹料理不外乎是蒸 炒 但是很少有螃蟹料理熟炸的 红豆的外壳 撒上花生点缀 真是盘超棒的下油菜 想要想要的就是 避风糖 这个是蜂蟹 因为一般不是清真的 不然就是煮汤的 爱菜 但是它用的材料比较不同 我们的炒蟹和香港的避风糖 蟹不一样 我们的蟹就是用活的 比如干烧 起来再炒那个蒜头和辣椒 来到海产店 怎么可以不点上一盘古早味羹汤呢 这道红烧鱼池羹 可以让喝过的客人赚不绝口 让人一碗接着一碗 所以不管是山午好友 还是亲朋好友 休旧来吃饭 来到中原里这间海产店 绝对让您饱到走不出门外 记者王映册 成本报导 我们下期见